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一特殊年份 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 以推动中国增进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互建 从一带一路倡议到全球文明倡议 中国为何致力于民心相通和文明互建 一带一路倡议如何促进不同文化的交而通 而非交而恶 对此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对外合作交流局局长杨明伟 接受中心社静观中国栏目专访进行深入解读 在杨明伟看来 一带一路倡议承载着文明文化的元素 与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内涵是一致的 二者有着紧密的关联 一带一路倡议它所要实现的五通 也就是道路连通 贸易倡通 资金融通 政策沟通 民心相通等等 通的既是基础设施和看得见的经济元素 它更是人文元素 深层地反映的是我们的精神财富的积累 和文化多样性的追求 我们说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 在民心相通上它具有根本的一致性 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的时候 特别强调这个内涵里面 它的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而通 不是交而恶 中共代表团今年曾访问突尼斯 埃及 黎巴嫩三国 举行一系列文明对话会并取得良好效果 杨明伟表示 自己在随团出访的过程中 体会到中东国家对中国倡议的普遍欢迎和积极响应 对中国系列倡议的积极反应 应该说既有它的现实原因 也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原因 这个地区的阿拉伯国家 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的交流 也有着类似的历史遭遇 双方的价值理念相似 都反对文明冲突论和伊斯兰恐惧症 对实现不同文明 不同民族和平共处 有着共同的愿望 特别是近年来通过对阿拉伯之村的反思 他们摆脱每个美国和西方国家影响 寻找自己独立发展道路的愿望日益迫切 形成了一种向东看 向东行的时代潮流 当前 美西方少数国家针对中国倡议 极力鼓噪中国威胁论 杨明伟指出 这些舆论恰恰证明了 西方普世价值的虚伪性 西方一些政客 他们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冷战思维 逢中必反 极力鼓噪中国威胁论 那么还有一些西方国家片面地认为 中国提出的系列倡议 只是为了争夺全球话语权的口号 其实这些都是对中国倡议的不了解 曲解 甚至恶意攻击 应该说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三大倡议 中国提出了一系列的落实机制 应该说对各国的发展 特别是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发展 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些语论恰恰证明了西方对自己的 那个所谓的普世价值的一种忧虑 那么恰恰证明中国的这些倡议 它是符合世界潮流 符合各国期待的 符合世界发展的大趋势的 一带一路建设引发了国际社会 对现代化和文明关系的思考 杨明伟认为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虽源于中国 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 应该说一带一路建设 与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在促进人类文明多样性和推动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共同发展方面 它的核心内涵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说中国式现代化 它有着极强的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但是它也有着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这些共同特征就决定了 各国现代化之间不可能各自独行 那么中国式现代化也不可能孤立存在 它是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包容发展 交流发展和互建发展的 而世界各国相互联系 相互依存的程度 也只会越来越深 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那么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它源于中国 但是它的机会和成果 它属于世界